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全球进行室 我是到方杰为您整理国际大事 首先来看到的是 中共中央委员会丢出了震撼弹 提议要删除大陆宪法当中 国家主席跟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人大在三月初开会 渴望无意义的通过修宪 也就是说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023年10年任期届满之后 还可以继续连任 也等于是为他打开长期掌权的大门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每届任期相同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字眼 遭到删除 几个字之差全球瞩目 也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打开了长期掌权的大门 大动作修宪可见习近平大权在握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提案将彻底改变 中国大陆政治生态 打破过去20年来的集体领导制 可能很多人就认为它就等于是终身制 我想有可能变为三个任期 四个任期等等 也许在中共内部会达成某种潜规则 依照大陆现行法令 国家主席五年一届 前面的江泽民 胡锦涛 都是两届十年任满后交棒 但去年十九大期间 国际间就盛传 习近平不打算只做两届 要延任以确保自己的改革成功 人员领导的不错 我觉得习主席这几年力度 给人们办了很多好事 我挺喜欢他 通过反腐 肃清官场的一些腐败现象 得有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在社论中力挺 修宪可以确保国家领导人 兼任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 有助于完善国家施政 吊诡的是新华社 先以英文稿对外宣布 被外国媒体解读 中共想先获得全球媒体关注 几乎所有外媒评论都认为 习近平正在朝西皇帝之路迈进 早在2013年5月4号 也就是习近平上台后 刚刚满半年 当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就直接了当以封面漫画 含蓄又明确的暗示 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是皇帝梦 为了堵住网络上的悠悠之口 大陆当局在微博封锁了 习近平的关键字搜索 十九大之后 习近平把自己变成毛泽东以来 权力最大的国家领导人 利用反贪府来整肃一己 党政军大权一把抓 预计三月初人大开会时 就会无意通过修宪 让习主席顺利成为习大帝 从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美大飞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瑞士在十九世纪 成为永久中立国 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 自卫防卫的能力 除了组建军队之外 瑞士还立法了 每一栋新建筑物都必须要 配备有核辐射避难所 只要往地底走个两百公尺 就能够走进 挖到地底七层的大型设施 其实整个瑞士人口 才不过八百四十万 但是却能够提供八百七十万人 在必要的时候 躲避核辐射 瑞士中部的刘森 住在区中央的这片森林底下 藏着惊人秘密 笔直的水泥通道 让人想起二战时的防空洞 其实只要往地底走两百公尺 就能走进挖到地底七层的大型设施 设施的大厅 摆满了大型的换气装置 原来这是瑞士的社区型核辐射避难所 换气装置是为了避免受到核污染的空气 进到避难所里 三层的行军床 每个空间只有一公尺宽 尽管称不上舒适 但光是这个小房间 从淋浴间到洗衣室 甚至还有厨房 这个藏在公园底下的避难所 能让两千人躲上两个礼拜 类似这样的社区型避难所 瑞士全国有超过两千三百个 全瑞士的人口不过八百四十万 避难所却能容纳八百七十万人 在瑞士几乎家家户户 都有这样的核辐射避难所 原来瑞士早在一九六三年 就已经立法 所有新的建筑 都得自备类似的避难设施 瑞士当初会立法规范 是因为美苏冷战 带来的核子威胁 而且瑞士的面积 不过日本九州大小 周边却有法国 德国等军事强国 即使瑞士早在十九世纪 就宣誓为永久的中立国 但这不代表瑞士的国民 放弃了自卫的能力 当初盖河辐射避难所 是为了在战争中保护自己 不过在冷战结束的现在 发生在日本福岛核电厂的惨痛经验 让瑞士人重新发现 避难所的必要性 在北韩的核武威胁下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现在打算效法瑞士 希望广社和辐射避难所 来挽救更多的生命 QB新闻 正好报道 根据统计 每一年全球有多达200万名少女 被蔓迎集团推入火坑 而受害的少女 大部分是来自非洲的奈及利亚 CNN的记者就卧底 假扮成了要偷渡到欧洲的非法移民 过程中发现不但要缴交非常高额的偷渡费给人蛇集团 更有可能遭到他们性侵害 地点在奈及利亚的小镇这是恶名昭彰的人蛇偷渡店 折合台币约莫4万块钱的费用 只负责把人载到北非地中海 判得利比亚 等待偷渡到欧洲 那又是另外一笔费用 当卧底记者说 要回去考虑一下 钱客这么回应 他警告我们不要浪费他的时间 几乎是每一天都有小船 载着偷渡客从利比亚的港口出发 他们冒险横渡地中海 想到富裕的欧洲上岸 打工赚钱 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但不幸的是 很多人在途中淹死了 为了报道人蛇集团的内幕 CNN记者假扮偷渡客 利用隐藏式摄影机冒险采访 黑夜中CNN记者听从指示 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 CNN采访团队一共三个人 唯一的女记者被人蛇集团提醒 要带着必需品上路 因为语言障碍 钱客匕首画脚不断解释 原来偷渡到欧洲的这一段路 女性除了得付钱 还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人蛇前客说 偷渡的过程 年轻女性被性侵的风险很大 嘱咐假扮偷渡客的CNN记者 记得随身携带保险套 CNN的卧底记者就这么一路 搭上往北的长途巴士 但在往下走风险实在太大 他们决定半途跳车 没错 其实你大可怀疑 人蛇集团和政府勾结 如果没有打通关节 这条暗黑通道 不会这么畅行无阻 这些在意大利当组建 女郎的非洲裔女孩 很多就是透过人蛇集团 偷渡来到欧洲的 但数以千计的年轻女生 下场几乎都一样 他们被推入火坑 被迫卖淫 这些女孩已经算幸运 能够坐在这里接受访问 代表她们已经逃出火坑 只是这一条充满性暴力的 暗黑偷渡之路 该如何防堵呢 CNN has passed on the evidence We uncovered to the Nigerian authorities What we experienced was jus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ghtmare Hopefully the Nigerian government will be able to stop any more young women from being lured with the false dream of a new life 当局说已经展开调查 只是只要有利可图 这些无知的年轻女孩 还是人蛇集团眼中的肥羊 和摇钱树 悲惨的故事也不会停止 TBBS新闻综合报道 非洲加纳也有一位记者 是为了踢爆丑闻 不惜铤而走险 卧底调查 不过她在完成调查报道之后 是直接地把犯罪证据交给警方 把这个罪犯绳之以法 也因此成为了很多犯罪者的眼中钉 因此为了保护自己 她都会遮住自己的面貌 从来不以真面目现身 戴着帽子 还用一大片金色珠帘遮住自己的脸 看起来就像是个神秘怪客 但她其实是非洲国家加纳 被视为正义英雄的记者阿纳斯 不管什么时候看到她 都一定是这副乔装后的模样 因为她的工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为了揭发当地乌医 杀害生长儿童的惨况 阿纳斯卧底扮成生长儿童的家人 假装要乌医来做法 但实际上她早已经报警 要警察直接到现场抓人 警察的证据都是来自 阿纳斯卧底调查 用隐藏式摄影机拍下的画面 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混进犯罪集团里 劫罚恶行 靠着这样的方式 已经把很多歹徒送进大牢 为了要取得证据 让坏人们付出代价 阿纳斯用尽所有手段 变装蒙骗偷拍录音 样样来 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因为阿纳斯说她的目标 就是要帮社会除害 听起来很伟大 但其实这是因为她认为 如果光是报道 起不了任何作用 唯有用这种激进的报道方式 才能促使改变 像是政府官员贪污收贿的漏袭 也常常是她报道的题材 把所有收贿的坏警察全都拍下来 让人无法狡辩脱罪 很多高官也都栽在阿纳斯的手中 甚至对她发出死亡通牒 阿纳斯的团队成员 还曾经在采访途中被绑架 现在坏人都怕被他们盯上 民众则视她为英雄 就连前美国总统欧巴马 2009年出访加纳时 都公开称赞阿纳斯 阿纳斯从此变成了国际知名的记者 现在就算接受其他媒体访问 她也是一样会彻底变装 隐藏自己的真面目 就是为了要揭发社会的黑暗面 TVBS新闻综合播道